嗨,你们好,你用过它们吗? 这是共享单车,共享单车 共享share,单车又叫自行车 不过我们常常说共享单车,不说共享自行车 从2017年开始,在中国共享单车越来越少了 现在大家都用共享电动车,共享电动车 在城市里,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共享电动车 还有这个,共享汽车,共享汽车 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里,你可以找到共享汽车 这个是共享充电宝 如果你的手机没电了,你可以在商场或者餐厅里找到共享充电宝 用它给你的手机充电 最后一个,Coworking Space 共享空间 如果你想要短租一个办公室 你可以去共享空间 好了,你用过什么共享产品吗? 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次见,拜拜